大家非常好奇的是 到底现在民众党谁当家 到底民众党谁说了算 现在外面当然讲说 现在是双簧竞争 也就是黄国桑跟黄珊珊 两个要争夺大位 看起来黄国桑的身世 比黄珊珊来得更强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看到一个 非常耐人寻规的走向 黄珊珊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说她已经沉默很久了 突然发一个脸书 这个脸书特别使用了 都市计划实施条例里面的 第25条 25条就讲说 这是台北市政府认为 如果有需要的话 它可以制止这个所谓的 实行细则 实行细则它可以去针对 建筑物的所有的地区 给予荣基奖励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它把精华城 所有该有的责任全部撇清 如果这中间有必然 这中间真的有猫腻 那完全由台北市政府 一肩承担 因为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要给微精集团 自己要给精华广场 这么高20%的一个容积率 但没有想到 这不是黄珊珊一个人的意见 有去在哪里 有去在黄珊珊丢出这样的看法之后 民众党全党跟进 民众今天口径一致 也全部跟着这个方向 不但是民众党 全部跟着这个方向 连民众党的地方议员 都也符合黄珊珊的说法 我们常常讲 一个政党里面 靠的是枪杆子 靠的是笔杆子 而如果今天黄珊珊号令一响 整个党全部跟进 代表这个笔杆子 这个号令天下的令牌 还在黄珊珊的手上 这又太微妙了 他已经被停权了 一个被停权的人 怎么对党 有这么高的影响力 更不用讲 我们看到了 侠天子以令诸侯 现在陈佩奇 每次出来的场合里面 谁跟在后面 都是黄珊珊跟在后面 也就是现在陈佩奇 完全在黄珊珊的状况之下 而且各位看到了 黄珊珊沉没那么久了 清华城的案子里面 容积率案子 他才跳出来 而这中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其他爱宾的代表 首一的财经专家 黄珊珊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次美岛电子报 都知道我们是家 大家好 好 第3位是 赤森普田 杨文真 大家好 第4位是 赤森普田 吕玉峰 大家好 第5位是 赤森普田 荣宜德 大家好 第6位是 赤森普田 赵宇轩 大家好 待会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解初培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事后 刚才不是讲吗 现在民众党 情失其路 天下共同组织 当柯文哲入狱之后 两个人争夺大权 一个是黄珊珊 一个是黄国昌 看起来 黄国昌的声势非常强 黄国昌讲 我每走一步 后面三步 我都想好了 而且如果坚持包围 北京游战 我一定从第一个 好像他有号令天下的兵权 可是不对啊 真正民众党跟随的 民众党听从的指令 如果从这两天的走向看 竟然是三三号令 整个党部跟从 没错 在柯文哲被羈押的时候 到底谁能够命令 或是动整个民众党呢 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这个黄国昌在各地 哇 讲得风风火火 他所在的位置 哇 好像可以席卷 席卷一股风的这个感觉 但是保久跟你讲 真正能够号令民众党 或是整个方向的人 反而是黄珊珊 竟然是黄珊珊 对 为什么 他不是被停权的吗 对 他在党团被停权 在这个党团被停权 三年的时间 可是停权对他来讲 好像不是问题 毫无影响 为什么 你看他昨天 这个好久不见的时候 发了一个脸书之后就说 我们这个柯文哲 是私用所谓的 自治条例的第25条 绝对是我们市政府 自己自办的 他这样的声让 一出来之后 保洁 现在所有民众党的 舆论系统 所有民众党的发言体系 完全都是跟上他的脚步 所以就说他出来定调之后 现在民众党就完全是 舆论方向就导到 这样的一个辩论的这个方向 因为昨天有两个非常有序的走向 一个就是黄国昌主打的 那是30% 也就是你的荣誉 荣誉就是那30% 是建华城自己买的 他自己买的有什么好说的 另外就是黄珊珊的路线 黄珊珊非常明确是 说明了20% 说明了20% 是根据土地自治条例别的 第25条 第25条 那就是台北政府认为有必要 我就直接给你了 没有想到 今天你就看到了 民众讲堂 今天说的 根据什么 全部都根据市府容积率的奖励办法 对也就是说黄珊珊一出之后 整个发言体系 整个攻击火力 开始往这样做 虽然谁是主导 目前为止民众党的发展的方向 看起来好像是黄珊珊 好那黄珊珊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保洁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黄珊珊 你要命令民众党的话 你要掌握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什么就是陈佩熙 你为什么 柯文哲现在在这个北索里面 谁是这样民众党的真正的精神领袖 绝对是陈佩熙 你看陈佩熙最近 从他去这个北 这个约谈之后出来之后 从那一天开始 谁在他身边心仪不理 珊珊在旁边 珊珊都在旁边 那一天从北 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 北索把他载出来之后 还有这几天 他们去他家 在躲躲藏藏 然后这几天 所有的出席的场合里面 你看 9月6号 到北索去看这个柯文哲的时候 甚至昨天晚上 柯文哲到了这个北索去看 陈佩熙去 北索去看柯文哲的时候 黄珊珊也在 而且黄珊珊当时还说了什么 我们这个要录个影片 那有没有人能够有这个 所谓比较好的这个手机 他在主导昨天 这个陈佩熙录了这个影片 所以他事实上 这影片就是 由黄珊珊在主导 所以现在整个方向里面来说 我只要掌握了陈佩熙 陈佩熙同意我的方向之后 我就可以这样走 这样走的时候 你任你黄国汤在外面 讲了老半天 你不是现在民众党 真正的发这个攻击的这个主轴 跟攻击的方向 现在是掌握陈佩熙的黄珊珊 反而是这个发言权 或发言力道会比黄国昌更大 所以事实你说 昨天晚上 陈佩熙跑到了土城 陈佩熙在这个外面 跟小嫂见面 你说这个东西充满了戏剧位 谁带她去的 又是珊珊姐带她去的 那珊珊姐带她去的以后 珊珊就在旁边 有那个独军的味道 而且今天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好像都在珊珊的眼皮底下 刚刚讲的 你来了以后 你来了以后 你要去认为给你 认为给你 认为给你以后 我觉得非常微妙的是 老半天 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真的太大人询问 你发现 这不是 这个就在北索前面 就在北索前面 你发现 我们佩熙姐的光打得非常好 佩熙姐为什么光可以打这么好 因为很多小嫂 直接拿着手机对着她 那为什么小嫂 会拿着手机对着她 是听珊珊姐指挥 对 没错 昨天9点4分的时候 陈佩熙来到这个地方 看起来好像要陪这个丈夫度过 这个坐下来之后 但是他其实在那里面 最重要一个任务是什么 他拍这个影片 影片里面来说 老板姐 那黄珊珊到了现场就说 那请问这个 有没有比她亮的这个光 打在她的这个身上 然后讲了什么话 然后后来录了一个影片之后 有没有比较好的手机 录完这个影片 就放出来 这次打光的 对 好 那出来这是谁主导 黄珊珊就在这个地方 他陪她过来之后 主导这线 甚至你又注意到 最近陈佩熙 你只要在公众场合 接受媒体访问的 或是公众场合 除了金流那一场 黄珊珊没出现之外 其他 这个陈佩熙的旁边 后面 绝对在她后方 都有在旁边 就是黄珊珊就站在她边 一直听 听她讲什么 搞不好还随时给她打pass 所以这样事实上 现在整个方向 舆论的这个方向 或是整个民众党的方向来说 就是由黄珊珊在主导的一个局面 而且有一幕 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在北检的时候 当时你就看到陈佩熙 已经非常的疲惫 她坐在椅子上面 是谁靠她后面 是谁非常贴近她 是谁在她旁边耳朵讲话 那是黄珊珊 刚才讲到 那么近的一个距离 你没有一个信任感 你没有很好的默契 你没有很好的交情 你是不可能让人家 这么贴近的 对 所以那个幕后的 常敬人出来 就是黄珊珊 黄珊或许就是这一次 柯文哲在外面一个最大 她的一个所谓 能够营救她的一个军师 或者是什么样的局面 保洁人事实上 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 载她的时候是黄珊珊 然后这个她在讲话 这个她在北索外面 讲话的时候 这个陈佩熙 后面是黄珊珊 你看黄珊珊 对她多么这样 然后甚至是柯文哲 第一次无保请委的时候 是谁去载他们出来 所以这个画面 把我吓死了 你一般来一样 你怎么可能这么贴近 跟她讲这么悄悄话 对 好 那你这样 柯文哲跟 这个第一次被羈押出来 第一次被无保请委的时候 到哪里去 到黄珊珊的家里面去住 所以事实上 陈佩熙也不再住她家的时候 也都是去黄珊珊家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黄珊珊是真的那一个 真的就是 那个或许是后面 真的主导者之一 她是绝对是 涉事非常深的一个 关键人物 所以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大家都觉得说 黄国璋现在掌握大权 身是最好 而且内有黄国璋 外有馆长两边加持的 就你说不是 因为真正掌握主轴 掌握节奏的 掌握方向的 对 都是黄珊珊 我就问你 假设这个黄珊珊 这一次打出所谓25条之后 真的能够把这个 整个压力降到最低的时候 你看谁是立了真正的大功 那绝对还是黄珊珊嘛 所以你看 你看她昨天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 保洁你看 她昨天一讲 这个都市计划 那些市政府 有合理使用的必要 可以拟定西部计划 20%就是这样给的嘛 所以马上就 他们马上所有的人都开始 民众讲的讲堂就这样 然后开始批评说 你这个王毅川 你在担任这个台中市的 说你也是这样做啊 去打黄义川 对开始打 开始打各式感 然后甚至说 你好龙边的台北好好看 你也是这个样子啊 可是宝洁 他们又在呼呼隆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是通案 人家都是一个方案之后通案 但是他们不是 但是反正不管 反正现在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方向出来之后 现在三三指示什么 我们就全党 那你的令旗往前冲 现在要这个进行一个 这个你说是土力也好 反正我们就是把它定追 在土力 土力来说 未来都好操作的一个局面嘛 而且 发现说之前民众党还是要用所谓的台湾省三四指示 后来被人家有争议的时候 他们就偷偷的删掉了 所以原本还有所谓的都市计划法 台湾省的第三十四条是二嘛 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黄山山已经定调是 二十五条台北市的这个法案 所以就是用这二十五条来决定所有的状况 所以现在民众党化市者定调者都是三三指示 对 那三三为什么要用这二十五条来说明呢 第一个保险 当然某些重度来说的话 是可能救柯文哲之外 另外一个是他也要救自己啊 保险为什么要救自己 我们讲话 在这整个案件里面来说的话 沈静静跟这个黄山山的交情是比较好的 他们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交易 我们不知道 如果真的沈静静倒的时候 保险我跟你讲 不只是柯文哲倒 搞不好黄山山都会有事 所以现在我把它定调在二十五条的时候 就跟沈静静完全一关 完全都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的局面 我们民众党 用二十五条之后 沈静静就是无辜的第三个 我们在外面的所有民众党 会用这一条来帮你辩护 所以保险现在刚开始 他们现在又开始用他们党的力量 你看 黄山山最心惊的一个司议员 现在又不是开始攻击 这个蓝的立委 对 蓝的这个司议员 为什么 他就是要说蓝群也加入我们这一边 形成这样的舆论之后 或许整个局面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态势 所以现在整个主导这个反攻大旗的 就是黄山山 当然某些程度来说 救柯文哲是一个重点 但是救他自己 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坏仔 当黄山山被停选了以后 我想说他应该被逐出这个党外了 他应该这个头衔闪自己 应该没有影响力了 可是在这个人在发展下来 第一个 今天陈飞棋只跟在旁边 只跟在宅旁边 跟在山山旁边 第二个就是 今天山山所号令的东西 是民众党全党跟上的 是本来大家以为黄山山 在整个党里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少 包括之前的镜总监相关的账 可能讲不清楚 结果后来发现没有 金华城的案子从8月6号办到现在 黄山山有被检方传唤 以证人身份传唤过吗 没有 有名列被告吗 没有 那黄山山有没有在金华城 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三场便当会她有去吃吗 当然有啊 所以那为什么最了解她 而且整件事情 她扮演关键角色到目前为止 检方连传都没有传她 为什么 因为她做到完全不露痕迹 她变成是所有的问题 她没有出名 她没有盖章 甚至连金流都没有到她身上 可是我问你 她知不知道金流有去哪里 应该知道吧 她知道 如果她不知道的话 她怎么会是 那个陈佩琪被约探的时候 是她去接她的 柯文哲第一次被请回的时候 是她去接她的 显然不管是陈佩琪或者是柯文哲 对黄山山来讲 她们都认为黄山山在这个时间点 她不管是她的一个法律上的见解 或是其他的方面的一个安定居心 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没有党职的黄山山 反而是变成是 稳住他们两夫妻 最重要的一个定型丸 然后呢本来是幕后喔 本来是幕后喔 对 为什么她昨天要开始发领数 要跳出来 直接要跳出来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对她来讲 现在时候到了 应该要出手了 什么时候到了 现在大家来疯传 疯传什么 什么 好 陈佩琪中秋过后被二度约谈 可能要跟金流有相关 可能变成陈佩琪都要转为 所谓的被告 所以我要空中窜正 我要定调 我要把这个东西直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她要在这个时间前把一个 我就是柯文哲跟陈佩琪 在外面唯一信任的这一个人 这个形象 这个人设要确立清楚 所以才会变成是 她一开发号生意 所有人都上 第二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在2024年2月13号的时候 那时候蔡碧如 已经开始痛批喔 痛批黄山山喔 说你用错人 而且在当时 在被停躺拳的时候 蔡碧如直接点名黄山山 说黄山山 有没有那个什么笑起来 嘴一脸 所以其实蔡碧如 屡次都直接指 所有问题烧到现在 谁要负很大责任 黄山山 但没有想到 从那时候 今年2月的时候 陈佩琪就已经讲 如果不是黄山山 民众党恐濒临灭党 所以你就会发现 底下 老婆你再看一遍 原来黄山山 对民众党这么重要 蔡碧如对民众党 有多么重要 蔡碧如被称为 是民众党之母 对 这个党是她等于说 不辞辛苦 南奔北走 把这个党给弄起来的 可是当 蔡碧如去质疑黄山山的时候 陈佩琪居然讲 要不是黄山山 民众党恐濒临灭党 而且整篇文章里面 陈佩琪她在脸书上 写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她说有一次她跟黄山山 她两个在车上 不知道从哪个县市要回来 黄山山直接给她看手机 意思是有一个党的 总统的参选人 跟她说你如果来 开始帮助我的话 以后县市长的补选 就由你来这边 而且我绝对会 请全力来相碼 但她说什么 黄山山立即马上回复她 就说我拒绝 因为我不会离开柯文真 所以你知道黄山山在车上 给陈佩琪看那个Line 然后陈佩琪才会说 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黄山山选择 跟我们一起留在这一起 她说如果不是因为黄山山 坚定的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搞不好民众党的 立法委员的这个 真的如外面所讲 连三席都不到 所以从今年二月 你就会发现陈佩琪 其实就已经把跟黄山山 紧紧的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新闻要一起看 怎么看 大家都心心想说 蔡壁如人在边疆 所以这整个烧烧烧烧 怎么也烧不到蔡壁如 而且蔡壁如是谁 创党之母 如果这一波下去 搞不好 蔡壁如班师回朝 是不是有可能 就会发现这两天 有个很奇怪的新闻出来了 打蔡壁如 打蔡壁如 而且是咬蔡壁如 说什么 说金华城岸 其实朱雅虎 第一个时间点 联络的是谁 蔡壁如 而且她那一封首遇 你就突然的 天外飞来一笔去杀蔡壁如 天外一笔杀蔡壁如 黄珊珊这时候就在脸书 开始讲说 整体世界没有图例问题 因为不是业者自行 来做所谓的自办 是我们市政府 认为有公益必要 而进行愿意给她的 第二件事情 虽然柯文哲说可以去原意 但最终840% 是都省会自己决议的 都委员 都委会的委员决议的 所以你知道吗 她是在玩什么游戏 一匙披霜 一个人吃温戏 一匙披霜 把它弄在水里面 五十几个人吃 北戏啦 所以她现在就把这个 重责大任 全部又进行相关脱钩 然后企图用这种方式 来帮沈清晶跟柯文哲脱生 不管有没有可能 但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沙才必如 黄珊珊这时候突然之先 站在幕前整出气 其实代表着 两个女人的战争才要开始 不懂 我又看不懂了 我本来又黄珊珊被 开始给说停权了 停权三年造假 你被头衔闪至 你被驱逐外面了 你应该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怎么现在 她才是号令天下那个人 这个无所谓什么天下 这个是茶壶里的风暴 因为这个民众党 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残花败流 残花败流 但是单就这个司法侦查 来看的话 黄珊珊确实非常重要 黄珊珊为什么重要 很简单 因为黄珊珊 沈清晶跟柯文哲 他们三个人是一个团伙 对 他们三个人是一票的 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黄珊珊等于居中 在扮演的沈清晶跟柯文哲 中间的一个角色 他们是共犯结构 对 所以这共犯结构 当然黄珊珊变得非常重要 但黄珊珊一身立下 什么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下去 全部全党跟进 全党跟进 跟进他只有一个理由 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 小沈就要造反 这不简单 他不是假天子与令诸侯 对 他是假沈清晶 以恐吓柯文哲 这又没有什么新奇的事情 那万一沈清晶过两天 反了当入点证人以后 黄珊珊就变成没有了 黄珊珊被被告了 黄珊珊被被告了 就黄珊珊被被告了 大家是一串骂髒绑在一起的 对 所以黄珊珊是一个 潜在的隐形的被告 所以黄珊珊的影响力 就是来自于这里 然后第二点她这个 所以她的影响力 不是来自陈佩奇 不是来自柯文哲 是来自沈清晶 当然是来自于沈清晶嘛 她第二个会期 黄珊珊凭什么 当台北市的副市长嘛 凭什么黄珊珊参加了 三次便当会之后 然后珠良便社 沈清晶拿到了这个 额外的这个 额外的红利嘛 对 拿到了额外的这个 所谓的什么奖励 黄珊珊根本上就是一个 小的市议员 然后她的一生中 就经营的一个人 让她很成功 那个人叫做柯文哲 她经营柯文哲 会听她话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她创造了 君华城的利益 对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那柯文哲在整个 十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她的获利的高峰 她的获利的高点 是哪一个案子 金华城 金华城嘛 那当然她 所以她拿到的 不分区第一名 对 这个有什么好意外呢 所以跟金华城有关 当然是啊 她的建立功劳 因为柯文哲不是讲的 她讲的是什么科学 科学理性务实 科学理性务实 叫什么 叫做功利主义 就是你刘宝贤对我有好处 我就给你打赏 就那么简单 他跟人的关系就是交易 对 那黄珊珊跟她也是交易 所以我就不懂了 因为她搞砸了很多事情 搞砸了什么事情 柯文哲自己跟她的 非常亲密的 不管是清楚或什么 说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闹大 就是因为有人 非要告会计师 因为告了会计师 才让这个事情一法不可收拾 谁告会计师的 黄珊珊告会计师的 那你出事的时候 你要赶快善后 善后了以后 你要把这个账 赶快说清楚 谁去把这个账 说清楚的 叫黄珊珊去说清楚 那黄珊珊有说清楚 没有 越搞越难开 越搞越丢裂 越搞越肮脏 就赶快就停掉了 那我心里想到 黄珊珊干了这么多烂事 你为什么还会挺她呢 因为她有一个烂 她干一个更超级大的烂事情 这是补锅法嘛 你一个端木镇 端木镇 这个是假 假发票 假发票 假账案件 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案子吗 假发票的案子 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大案子 什么样大的一个 最大的是什么东西 金华城嘛 对 她干一个金华城 就已经是不得了了 就已经在整个民众党内 在柯文哲内 不管怎么讲 她已经是这个 功劳第一名 闯祸也是第一名 所以她的功劳跟闯祸 她都是首 她都是首须 她就是第一名的人 那这个第一名的人的话 那我请问你 你卡住了嘛 你柯文哲怎么办呢 柯文哲现在已经是 前几个根本一点 无法动弹嘛 所以她现在对于 黄宰是 不 完全被动 完全被动 因为25条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核心问题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稳住沈庆经 保住柯文哲 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那今天如果 我现在讲很简单 稳到 当柯文哲如果今天在 整个案子如果是到了最后 起诉以后 起诉以后 所有的事情通通公开了 你认为所有的犯罪事实 在台湾社会全部公开以后 你认为柯文哲 还有任何的政治能量吗 可是现在民众 然后堵你就是 你打不到金流啊 那是 那个是他自己的诉求嘛 那个是随便你讲嘛 他还讲得更离谱啦 他根本就认为说 你这个司法是做追杀啊 对 随便他讲嘛 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当然你跟黄珊珊交手的经验最多 你跟他相处的经验最多 他也太神秘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 然后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他的事 再接下来到现在陈佩琪跟谁跟进 都跟他跟进跟书 更夸张的是 他今天号令一个东西 全党跟进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他没有什么魅力 他现在只拥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陈佩琪 他现在是侠佩琪以令国昌啊 因为现在黄国昌还有党权啊 现在黄国昌到处去办小草的说明会啊 要把小草变充粉 对 为了就是让他能够在后柯文哲时代 如果柯文哲就算是接下来侦办 如果他可以被这个所谓的 暂时恢复自由之声 他也要面临这个案子啊 他一定一个头两个包啊 所以他要利用这个方式 来掌握民众党啊 对 在后柯文哲时代 他能够掌握民众党吗 对啊 可是黄国昌 可是黄珊珊可以让这件事情 这样子下去吗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黄珊珊会想说 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 我可是掌握着陈佩琪 对 陈佩琪这个被请回的时候 来我家 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时候 来我家 真正能够掌握民众党的是我 是我黄珊珊 你黄国昌哪根冲啊 而且陈佩琪也讲过 如果没有黄珊珊 整个民众党就灭当了 是 所以你知道吗 黄珊珊非常聪明 虽然她现在被庭权三年 但她知道 真正能够代替柯文哲 现在的那个人叫做陈佩琪 所以她只要掌握陈佩琪 她就能够拥有小草 虽然说她现在被庭权 小草对于她在政治现金上面的表现 仍然是不满的 但是只要她有陈佩琪 她就有洗白的机会 她凭什么可以控制陈佩琪 陈佩琪也不是 陈佩琪也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 我告诉你很简单 对陈佩琪来讲 她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她最需要律师的支持 其他的律师可能她都不信任 但她就是最信任黄珊珊 但是黄珊珊把她推到哪里去 大家都说嘛 哪有一个证人话这么多 哪有一个证人出来讲过的话 这里面的杖被吵得更齐全 对不对 都认为其实黄珊珊 让陈佩琪跑到第一线 其实对陈佩琪 对柯文哲不利 但是陈佩琪就很信任她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她不觉得自己被推到火山口吗 我们哪一个节目 大家不是在讲说陈佩琪 身为一个证人这样子一直讲 她接下来下个礼拜 就有可能被检察官再约谈去 甚至收押她 因为你就是隔空窜证 讲了那么多的话 让检察官变成不办你不行嘛 但是陈佩琪有听吗 陈佩琪不信任大家 陈佩琪 马公才女耶 这个第一名从马公高中毕业的才女 她怎么会信我们 她信的是黄珊珊嘛 黄珊珊是台大法律系的呢 一样都是台大的 所以他们彼此相心相惜 但是黄珊珊真的是在支持陈佩琪吗 不是嘛 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就是 她利用陈佩琪 再跟黄国昌较劲 黄国昌现在全台湾各地走去动员小草 她因为被停权 所以没有办法这么做 可是她拥有了陈佩琪 只要陈佩琪一讲话 她就能够以令小草吧 所以我认为黄珊珊打的上盘是 她想要用掌握陈佩琪的方式去跟黄国昌较劲 不过我觉得这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趣 是不是 蔡碧琪被朱雅虎 在2017年的陈情曝光了嘛 对 写了这个文情并茂 要求除了560之外 更希望能够保障这个 12万楼币平方的这件事情 而且她还跟蔡杰讲说 因为呢 这个林局长 林局长就是都发局当时的林周明 林周明要陪同议长出国 要8月3号才回府 她会 她一定要与会 才会有效果 如果是当时的都发局的副局长出席的话 她知道她没有办法 因为她是她的旧事 她知道她的意志非常的坚决 不可能同意这一件事情 所以她要求蔡碧琪一定要找林周明出席 然后这个文就曝光了 对 但我要问的喔 蔡碧琪有把这件事情办成吗 没有 没有啊 虽然她帮忙安排了见面 对不对 但是林周明跟林青龙 后来上签了一个公文给柯文哲 说560没办法 因为监察院已经纠正了 所以我们要开都委会 给金华城560 但是12万平方公尺这件事情 门额都没有啊 这件事情如果过了之后 会有违法的疑虑啊 所以就直接拒绝她了喔 所以代表蔡碧琪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没有达成的喔 但这件事 这个文为什么被拿出来 为什么突然丢出来 拿出来 而且是你们党的红箭一丢的耶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蔡碧琪有这一个 黄珊珊不会有吗 黄珊珊不会有吗 而黄珊珊帮忙了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全部都在 質疑蔡碧琪当时在2017年 对 为什么帮朱雅虎 为什么帮沈庆金去约林周明 约林青龙 那我要问 黄珊珊 你在2019年10月之后 当上了副市长 2020年3月 跟易小微开了便当会 你也在里面 对 3月17号 金华城的陈情书 也有交给你啊 你做了什么事情 对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告诉我 你都没有做 所以你跟慧琪想的一样 都是黄珊珊在转移焦点 当然是啊 在转移焦点 对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沈庆金一定也不会放过黄珊珊嘛 尤其是朱雅虎 他过去是好龙兵的兵役局局长 对 没有出手 关系非常好 他跟黄珊珊又全部都是军系的关系 他会忘记黄珊珊吗 他一定也知道黄珊珊啊 那黄珊珊 你接受到金华城的陈情之后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嘛 你是不是跟柯文哲讲说 没关系 我们引用台湾省都市计划的执行事则 给他20%龙基奖利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说台北市都市计划 自治条例的25条 可以用台北市政府认为土地有需要 有必要的时候 就可以送审刑金20%嘛 你讲清楚说明牌啊 如果是现在柯文哲签下来 你当然要负责啊 你现在还把陈碑琦推到第一线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被检察官约谈的 就是黄珊珊啊